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跳过 去年我们双11是没有推任何活动 没有推优惠 这一次呢 因为已经有好朋友要敲完很久了 一直不知道等几年了 因为我老是不推优惠 双11快闪优惠 仅此一档超级无敌杀 真的很杀 基本费用再加1111 你注意看会期有多久 会期到明年年底 对 加1111就有 是 这够杀了吧 够杀 只有今天 就这样 等一下 双11不是只有一天 可是人家双11都会有个时间 没有啦就一天啦 就一天啦 我都那么懒推优惠了 还问我这个 就这么另外一天而已 去年忘记推了吗 今天不给大家 走过如果经过 赶快把握 明年也不见得会有 明年也不见得会有 我很容易忘记推优惠的 这个双11真的是快闪这么一天的时间 只有一天啦 快闪优惠 你让大家等了364天 对啊那开心一天啊 有期待 有那种期待感 对不对 因为去年没推嘛 去年没推 那明年也不见得会推嘛 对 所以你可能这一次出过 可不可以等几年 就这一次哦 双11的快闪优惠 快闪优惠哦 David终于记得推优惠了 真的终于记得了 我们这节目做四年五年了 我们到底推过几次双11 好像 一次还两次而已吧 我印象当中 还是这是第一次 真的很少 我记得应该是好久好久 好几年前的事了 应该是 好啦不算啦 反正就 除了出来的 今天有看到就赚到 看到就赚到 就仅此今天 今天你每天有看节目的朋友 今天就是 这一档就 好赚到赚到 好啦 直接半买半乡送了啦 真的是半买半乡送到 明年的2025年的年底 让你大赚狂赚 超过硬成的 过了这个村哦 没那个店了啦 因为下次要不知道等几年后了 但是让你电话拨通 跟上的好朋友们 让你呢 留案荒迷又一村哦 对啊 这种好康真的不错 好康又会仅此这么一档 好 那我们来聊聊 今天我们干了什么好事 好啊 首先呢 我们在近期 给大家资料里面 特别给大家强调 底部起掌的 三个六位世心 世心 底部起掌嘛 10月30号 已经请你一起买嘛 有 节目上也告诉我 就那一档 很明显嘛 好久没来了 到时候你半年四百 到今天五百了 那涨五百块之后 当然 嗯 我们早上会 对就是 适时的 做了什么动作 适时的卖一趟 就是你 你看 就是你 我们卖的时候是红的哦 是红的 在这边哦 后面不高我人事哦 可是你看 啊 这边买掉了 你看 不不不 高价股嘛 好 都涨五百多块了 今天那块两千五了 是哪 随便买都超过五百块了 对啊 一档 不要买多 我们一档就好 一档就五十万了 哎 恢复好几个了耶 对不对 我们有小朋友买四五张的 就很可观了 那不就好几个了 又可以再继续大赚了 对对对 所以就只有今天哦 只有今天哦 因为 我一定要把一些旧的 涨多的卖掉嘛 也对啦 有卖有卖才是增货率嘛 没有钱买新的啊 也对 那毕竟世新是个高价股嘛 嗯 我随便卖个一张 对不对 又多赚个五十万 可以哦 又可以挪出点空位来买点新鲜 很多空位 所以 把握 今天刚好双十一来推活动 禁止这么一档 快闪 对对 就只有今天 因为双十一走一天啊 哎 想过就没了 对啊 去年也没有啊 想过就没了啊 明年可能大概率也没有 因为我大概不会记得啊 我真的不能够保证明年还有没有 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少会退优费 真的很少 基本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太需要 大家都赚钱 是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优惠活动哦 就是很偶尔出现 对对对 很寒 你看我们就算有我推啦 是 通常就是一两天 真的 就没了 没错 时间非常的短 哎呀 大家都赚钱就好了 优惠不重要啦 哎 这个优惠为什么会这么的时间短 因为真的内容物超所值 哎 这个真的超杀的哦 大家自己看哦 是你只要加1111而已哦 对 基本费用加1111耶 狂赚赚赚 然后你的会期竟然是一年多耶 超过一年 今天才休啊 今天11月11啊 1111 一年多耶 是 那算不算好 哎 整个 所以咯 整个超过13个月 推今天就好 对对对 再多也没有了 推多了 我怪不得好 好好 当然大家等了365天的时间 终于等到今天 1111 你这样算不对 你们其实至少等两年以上 因为去年没有推 对 去年没有 至少等两年 至少等两年 你再上一次 我忘记 去年我确定是没有的啦 去年没有 前年有忘记有没有 因为我常讲嘛 有时候记得推 大部分的都不记得 是 因为我节目要抢其他的东西 我就不记得推 没错 没错 好了 那 仅此一档 保握保握 错过不在 是 下次明年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我们聊聊 今天台北股市发生 一些有趣的事 好 首先呢 美超围这件事 最近还有留言 我说 小师 如果那个 像那个美超围的股票啦 像华泰啦 利台啦 有缺吗 是啦 没错啦 坦白讲啦 目前来看是比较 没有机会的啦 除非他们有其他的转机啦 不然他们这两家公司 主要都是吃美超围的单子 是 那 美超围出事 他们的影响就很大 好啦 有人 出事了 就有会有转单嘛 当然 有人倒下去 有人买起来 是啦 必然是这样子啊 那美超围有问题 那怎么办 那只要找台湾的嘛 是 所以咯 伪创旗下的围影 围影 就成为了 受惠股 哦 观众朋友们 你看6669围影 哦 近期也涨蛮多的 比如说 哎老师还好还好 不好意思哦 人为1800 涨上来 涨两三百块了 嗯 嘿 而且你看他也是低不起早 是 不过真的啦 他已经接近了120天的均线 对 短线已经赚到了 想买趟给卖趟了 嗯 所以下次再来就好了 哦 本日再来 对啊 有机会嘛 大家这操作就是 这边稍微灵活一点 你这边最大的机会减便宜 所以老师 这个新闻出来 嗯 也算是 围影的力多 对 但是他股价已经先反应了 对他先反应了 先跑了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 今天其实早上可以买趟 哦 因为这个挡股票 自然刚好有嘛 是 原来 就这样很清楚了 哪有自然都知道嘛 一并回复给大家了 对对对对对 不要买太贵 不要买太贵 好好好好好 我们尽量买便宜的 尽量买便宜的 当然当然 当然啦 买的便宜才赚得多 而且你风险都低 没错 风险低 对不对 不要老师说 哎老师 藏上去要不要追 嗯 你看303成名店 301成名店 很强啊 强啊 强到他朋友 但你追好像没有太好赚嘛 嗯 他没有问题 但是我反而建议你 像你们之前跟David一样 买八十几的 甚至近期才买一百二百三的 其实你短信都给回导界 是 好 来回赚假差 应该是这样讲啦 对于整个机壳族群来讲 今天机壳族群确实强 嗯 但陈梅定其实是首领先发动 对 你看今天反而是 上个礼拜强的是五四二的震发嘛 嗯 对不对 今天是820请成长天啊 嗯哼 你反而要自己跑去买一些 较没起点 嘿还没涨到的 对不对 嗯 不是说成名店有什么问题哦 嗯哼 而是因为成名店上次 已经涨一百多%啦 是 那你说短线上 嗯 强归强 那还有没有些其他的 其实我反而 建议大家这边稍微看一下 哎 其实其他的 你看过去个礼拜 你看 震发长那么多 有 成名店完全不会动啊 嗯 震发有三成了 对啊 嗯 但成名店完全没动啊 是 所以这就是族群这样 轮来轮去 但是这也是台北股 今年一个明显的 算是缺点 因为 他那个全资股 占太多资金了 对 所以反而一些中小型股 说哎 饥渴怎么没有一起动 嗯 没有他没错 只来一两档 哎他不是全面哦 你有发现 他就是这个来一下 不是走饥渴哦 很多资金都这样子哦 对 他不太会全部一起动哦 嗯 可能是 整个资金 太集中在大型股了 对 所以中小型股反而就是 哎 涨一两支 那怎么其他的没动 没错啊 最近其实今年来都有这个现象 哦 就先长了休息之后 又换另外两三支 就是没办法同时前进 他们的头部发动 哦 这跟之前 不太一样 前几年也不太一样 前几年是 哎 这个族群 动了 其他的一起来 一起来 这一次就明显比较没有 就像你看嘛 哎 老师我什么CPU 每次都只长两三支 其他都不动 对 是不是一样 对 对 光色那么强 上拳那么强 联军那么强 其他的没动 哎对 你有没有发现到 老师这样子的形容 的确你 像回口 是不是跟过去 你所认识的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就是因为台积电太强 嗯 结构有稍微不同了一些些 就有人太细襟了 哦 老师你那句成语就要做什么 月明星 月明星星 对对对对对 越亮亮 其他的星星 就会看不太到 哦 就会稍微逊色了一点点 好好好 来来来 也很多人在问说 哎 川普当选之后呢 对于后世的一个 其实我们上礼拜 有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聊过 那个川普 选后通常是涨的啦 嗯 但是川普当选 这个大家也不意外啊 因为我们上次 混蛋玩的猜谜 有些大部分的猜 有啊 大家都猜 其实几个重点 特别跟大家聊的 最重要最重要 是真正最受惠的 一定是金融业啊 嗯 因为金融业 华尔街整个 他的那个管 那个监管放松之后 其实对于华尔街的一些投资家来讲 本身一定是大赚的 嗯 那至于什么军工国防 这个跟台湾就比较 对对 军工股就很短线嘛 对 你又想要那个 对 8033哦 对 我现在不讲 我想老虎啊 老虎就比较快嘛 是 是真的很快嘛 就马上就没了 就没了 对 一天多一点就没了 对一天多一点点 那其他的族群 今天跟大家复习一下 还有一些 给大家留意哦 首先哦 台湾的传统能源业 也就是说石化相关的 嗯 或者说传统产业 在这一波的过程上 就目前来看 是没什么机会的 是 你干嘛 台湾四保也这样 嗯 钢铁族群也这样 也这样 都没什么机会 对 而且川普哦 这个相关这边 最严重的就是 关税 嗯 关税 嗯 这David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留意那个关税 因为他既然这样讲 他一定会做 全球至少克10% 嗯 所以看上礼拜的利率会议 来 那个利率会议好像没说 大家不是很在意 因为反正这样一码嘛 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利率会议的图 这个是Fed Watch 是 我们不是指12月会降息 所以会降息 目前来看没有一定 我们讲的是 你在看时间 是到2025年 嗯 也就是明年 对 明年的利率目标 嘿那 哎 如果你各位还记得这张图 之前的利率目标 会在3.5到3.75 3.75 在这个 当川普上周当选之后 这一张图变了 他改了 变成3.75到4.0 对 你就说 联准会是降息没有错啊 嗯 但利率目标变了 嗯 好 啊你说真的啦 以现在4.5到4.75 其实没有差多少了 你看嘛 一码两码三码 只剩三码啊 嗯 然后就没了 对 就没了 是 那你再思考看看 你身边很多好朋友 我相信观众朋友你不会啊 因为你们听我讲 你们都不会去买 不会去买再对型ETF 是 但是 我讲的 不见得你一定会信啊 这我很老实讲 我觉得 就想想看 绝大部分的投资人 还是很相信去买再对型ETF 这件事啊 嗯 对对 的确是 但实际上就 表现得很不怎样啊 有图有真相 好 即便到今天00687 我们以他为例就好 好 因为赵云衣服很多哦 是 我们换00687的图 举他为例子 对对对 举他为例就好 嗯 因为不是走他一档吗 他很多档 嗯 00687 嗯 你看今天长的啊 嗯 但是你觉得咧 因为 真正的 利率循环啊 是 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叫没有简单 呃 美股很强 嗯 台股很强 美国的经济状况也不错 甚至有可能不着陆 就是之前一开始他才硬着陆嘛 或软着陆嘛 那这次可能 目前来看有可能不着陆嘛 所以美国的经济状况没问题 像美股创高的几率很高啊 那美股持续强 美国经济状况好 然后川普的关税给他吹下去 嗯 这通膨不会增加也奇怪 那你既然通膨会增加 那对比一下反问各位 连准会 这样子差不多之后 难道没有机会再生回来吗 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所以还说 以长线来看 对 你的载具型衣服 要什么时候能回来 很难 的原因在这里 嗯 是因为没有那样子的一个 没有那个条件 条件了 所以你看到不只是 你唯一一个等的可能的机会啊 是 就是 美股总有一天涨多的回来嘛 哦 总有一天嘛 哦 对对对 也许明年 也许后年 也许某年嘛 嗯 哦 那我的载件衣服可能就回来了 对 然后你 你损失的是中间那么长 可能 你看从去年10月等到今年11月 对 啊 要载件衣服都没贪啊 有啦 贪戏吧 一整年 但是 就是那个值率4%啊 啊 如果你当初觉得你 你要的就是这个 那 对啊 但是据上David跟你讲的啊 你随便 瞎买 0050 330 不然 0056也不错 都比较 对啊 真的 不然就是其他什么 什么什么 00878什么那些 大概都赢了 是 大概都赢了 所以你看 你等了这么 所以你看哦 我们不要跟个股比 哦 你看他是毕竟是个ETF 是 你跟其他的ETF比 其实债券型过去这一年的表现是最烂的 没错 的确 是最烂的 嗯 你看我们不要随便挑个 00878好了 878 对我们不要太太心的 你看今年一代 他其实还是涨的啊 嗯 随便被你超过 是 没错 他算弱的咯 他不算最强的哦 他不是最强的哦 你真的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耶 你随便挑 你比方说 我们投资就是这样 你把你所有的ETF的list出来 哦 哎 为什么债券型特别差 是 可是债券型特别红哦 对 他真的比较红耶 你看那网路上啊 包括PTT啊 包括一些社群啊 是 包括坊间的一些 那个 财经大师啊 对 分析师啊 名嘴啊 对名嘴 哦 大家在这些铁铁铁 对在这些铁铁铁 对 所以他降息 就是要买他啊 但结果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哎 真的耶 结论都不一样耶 这也是我们过去一整年 一直跟大家聊的一件事啊 嗯 你觉得蔡英铁铁铁铁 真的值得投资吗 我是打个很大的问号啊 是 他就是个稳定的标的吧 嗯 那你要让 美国的联准会 要把利率降到很低很低 什么零利率这种东西 你要遇到很大的事件 很大 比方说08年 嗯 对不对 金融海啸 海啸对 比方说2020年 对 有疫情 对 对这种很大的事件 才有机会 利率那么低 即便美股崩盘都不见得 利率会那么低 所以 你看现在真的没有 这样子一个条件 对啊 你说美股可以修正 可以回党 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美股长期来讲都是往上 对 S&P500啊 是 长期都是向上的啊 是啊 那再来问你哦 当川普选上去之后 他不是会大幅增加公债吗 他不是发大堆公债 应该要去筹钱吗 嗯 大家我们知道最近比特币哦 8万了 有 比特币8万美元了 也因应川普 对啊 川普上来都比特币暴张啊 是啊 为什么 比特币为什么会喷到8万 哦 观众朋友我们知道 比特币已经8万了哦 是 之前比 川普 大概今年9月 比特币才不到6万哦 哇 什么瞬间可以喷到这么多 因为这个没有 我弄给评划看 好 大家观众们自己查一下 我帮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哇 今年9月是5 第一点是5万2千8百多 是 啊 现在是9万1千7哦 比特币哦 就从川普 很有可能会选上 比特币就喷了哦 到上个礼拜 川普真的选上了 喷最凶的资产是比特币哦 是 为什么川普选上 比特币会喷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川普选上比特币 因为川普 励停比特币吗 啊是 他给买很多 对 应该不是吧 投机 不是 又不是 因为川普会大量增加 美国政府的债务 哦 所以美元 的价值 会因为公债的增加而减少 那比特币会膨胀 嗯 就是因为 比特币的数量是有限 对 所以他相对于美元而言 他就变得有价值 哦 了解 因为美元发很多嘛 嗯 发公债其实是等于增加美元哦 嗯哼 就是美国政府发的公债 哎对对 然后呢 我们大家呢 把这来买他的政府公债哦 我们可以拿个4% 或者多少的殖利率 对不对 嗯 表面率多少钱 然后每年固定回来多少 那是贷券吗 嗯 那美国政府拿到钱干嘛 当然啊 他做建设啊 他做一些有的没的啊 对不对 补贴证是有的没的 是 这就是川普的政策 政策啊 对 他政策不是要这样做 对没错 所以比特币让人涨啊 哦 因为美元变得没价值了啊 对 哎 我今天终于 啊 所以你现在 大家 融会贯通了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说 哎为什么川普当选 要看比特币概念股呢 对 而且Davey跟你讲哦 其实比特币概念股 没什么好买的 来 6150 翰逊 6150 对 大家第一个想到翰逊嘛 对啊 翰逊啊 那我问你嘛 翰逊账长很多吗 没有耶 没有耶 比特币比较凶吧 对 那你再把翰逊的 周K 把他长天期间拿出来 来周线 哎 那是烂股票啊 真的耶 他在底部 他是个烂股票啊 天啊 Oh my god 但你看比特币涨多少了 我们不要说比特币 从什么1000美元开始 就从前几年 比特币不是大跌过 对 跌到2万美元以下 2022年那一年 美股回档嘛 嗯嗯 那美股台股回档 比特币也中错嘛 对 我记得230年前了 对 没有就2022年 对 我给比特币看一下 对 我们用周线来来看 好 2022年年底 比特币只有一万五千五而已 有有有 就是我说跟你说 比特币 股市的多头 跟比特币是同向的 对 对 你再讲一次是同向的 我讲过很多次了 你看台股的低点 美股低点 就是比特币的低点 没错 差不多时间 差一个月而已 是 那比特币从那边好 一万六以下 嗯 现在八万一耶 对呀 那你猜看看6150汉逊 烂死了吧 哎呀 这是TV刚讲的啊 天哪天哪 你为什么要买比特币概念股 那你刚才买比特币就好了 哦也是 因为比特币概念股的表现 远远不如比特币 没错 的确是 哦 不多说 我们今天是要推会吗 对 我们聊到这去 哈哈哈哈 真糟糕 你看我每次忘记要推这个 啊我知道 你 不想推 对对 心急很重 不想推 是我忘记了 忘记了 对对对 来来来来 双11号 111号 很多人带你去花钱呢 我们这是让你赚宝 赚买一整年的哦 只要多加1111 哦 基本的费用哦 基本费再加11111 直接会期到明年的年底哦 是 2025年年底哦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怎么不太想推了 真的 哎老师 因为我觉得太划算 你落到了好远哦 我把ETF讲完 再把比特币讲一讲 大家都忘记要推优惠了 真的 只有你会记得 我记得 哎这样心急不行不行 我等一下花时间来 赶快来介绍一下 快散 有机会 快想优惠就仅此这么一天哦 Only today 去年没有哦 没有 明年大概率也不会有 大概率也不会有 因为我绝对不会记得的 哎旁边人帮忙督促一下 是因为 有人在问说 双11有没有优惠 双11对啊 然后 我们服务人说 老师那双11应该要推优惠啊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对哦 你知道我到今天才发现 今天是双11应该要优惠 而且是上节目前才一个小时左右 跟大家对不起 在去年怎么没有 今年补给大家 对我只能这样说啦 你知道我刚才问我老婆说 哎今天双11耶 双11耶 我说那你怎么这么平淡淡 对 我老婆今天超平静的 哦他早就先买好了吧 感谢 哎有一些那种宝宝 安静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 我就很害怕啊 我说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今天这么安静 你又回家又不小心踢到什么盒子 对因为他很安静的时候 通常就是 大概不知道买了什么东西 对 哎呀这行为跟baby一样 就这样 我感觉 就小朋友哦 小baby啊 反正他很安静 就他很专注在做什么事 通常在搞破坏嘛 对在搞破坏 嗯 天啊我们家夫人也知道 来我们安静一点 赶快0266303231 大家把握 好把握哦 静止这么一档哦 错过不再哦 111双11 好 被你发现我的小心事 真的小心事 绕了这么一圈 绕到大洋洲 我是很专心跟你们讲 在一圈一贴服 为什么这样做 我是真的 为什么比特币是长这样 我是真的听得很专心 我也很认真地跟你们讲 因为为什么川普的政策 跟比特币有关系 不是他支持比特币 嗯 也不是因为他跟马斯克好 也不是他买了很多比特币 不是 不是 是因为他发很多债券 真的 对 他举在上线会增加很多 老师你又绕走了 你看 来双11快闪优惠 赶快 币老师大壮狂壮 务必来电作法 握楼02 66303 231 节目真的感谢 币老师 我爱提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华冠投库 所推荐分析之各地有价券券 无故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自导 仅提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损 华冠投库 111 监管投库 新字第015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